中央社报导 争者的指控 对于中共正试图将其的权威制度 对内对外合法化 欧洲议会也敦促中共 批除港区国安法 欧洲议会议员敦促欧洲联盟 制裁参与镇压香港人权的官员 并要求在外交和政治上抵制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多位欧洲议会议员 在决议案表决前发言力挺香港 斯洛伐克籍的欧洲议会议员 莱克·斯曼表示 香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情势 表明中共正在扼杀 热爱自由的人民的生命和灵魂 欧洲议会这项决议 表明了和香港人民 站在一起的跨党派强烈共识 他呼吁欧盟制裁增压人权者 同时审视欧盟香港海关事务协定 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对人权状况恶化问题 召开特别会议 重新必须将香港人权状况 和中共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列入批准欧洲投资协定的考虑 并敦促欧盟领导人 拒绝出席北京冬奥会 并声援租中共经济脅逼的立陶苑 藉此展现保护欧盟单一市场 做了一座 优优独播剧照 同时审演 所谓的报道 卫盟人